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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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哲管华的目标是什么? 是让他的最后生命的一部分 过得最快乐 把他们最好的这个时间 用好 活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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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Eric Miller 我中文名字是美学梁 我是美国披萨堡大学的 人类学博士 2012年来三级 幼儿医院做这个领种关牌 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也发展了肺癌早期赛查项目 也做了精神课 原来没有精神课 现在精神课是最大的课 那种关怀的意思是说 有一些患者 他们到最后这个阶段 你还是治病 意义不大 而且你会让他们痛苦 所以到最后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鼓励 这些患者和他们的家人 做好决定 什么时候应该不做治疗 让他们舒服一点儿围住 这几年我们看到的 最痛苦的就是 一家不防守 到最后一天 你就觉得那个老人 真的是很痛苦 你不要说 我自己不爱我父母 我自己不孝顺 真的没用 你真的可以放手 你真的可以放手 你还记不记得咋玩 说这个工作 你得有能力听别人 对 准备 别人接受 基本上问题不大 你去见他们 他们就笑一笑 他们很高兴 你每天的工作 就要是跟他们聊 有没有愿望 有没有问题要处理 有一个男人 最后是他要去爬 关山 所以我们就是 开我的车 就带他去哪走走 然后他讲故事 有的时候他们说 没想到的 最后这个时候 有剧院有别的人 不是自己的家人 还是会关心他们 有的中国人觉得 这个灵灵关怀不合适 因为他们说 中国人不想说死 美国以前也一样 一开始的时候 哪都不喜欢 谈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发现这是 平丁的农村的老人 他们一辈子就是干活 他们也是说 他们不喜欢 给他们的孩子们 住在大城市里 在农村 他们有自己的家人 他们自己有选择 在中国就是最好的医院 大学也是 都是在大城市 我自己觉得 这有点不贵 你还是得发展 很少地方的这个地方 通14年注册了 这流年应该是200多 所以你怎么说成功 就是这个人走的 扎人 他们回到医院 跟院长说感谢他 他有的时候跟我说 这很难得 那个人死 然后他回来感谢你 所以他真的觉得 你们是帮他们过这个世界 这几年开了这个工作以后了 大家社会上了 对我们这个理解 对我们的支持 也越来越多了 反对的声音了 那现在你就 很少很少 我认为 特别是像咱们这个小地方 如果我们要想尽办法 能往好的发展 需要拧进来 像Erika 就是老年病学方面的专家 这个对于我们医院的发展和触及 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1988年 那个时候我是大学生 来到大连留学 主要是学韩语 中国文化也有少文化 所以觉得老年问题可能比较有意思 就七年到九八年 我在山东 在一个小农村 研究中国老年问题 01年认识我爱人 现在有一个六岁的小姑娘 她也是在洋泉出生的 我比较喜欢来到小一点的地方 我们就在那个农村 我们那个地方挺安静 挺舒服的 有的时候 人家对论者关怀也说 中国人有五天年历史 思想是这样子 改变不了 我说 我三十年 我看了这么多大的变化 因为像北京 上海 基本上什么都有 好多专家 好多地狗 所以能把一些好东西 带到洋泉也挺好 所以就是觉得有意义 有意思 十分钟 好多地狗 下一道